是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啊 你来我家干嘛 怎么了 我们明天就结婚啦 啊 你看你家一点都不字 然后今天也不去结婚 还要我自己走过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结了吗 结婚 哼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还真不想结了 你为什么不想结婚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说啊 做错什么 你不会自己反省反省吗 啊 我做错什么啊 啊 我问你 我叫你反省啊 你自己想想你前两天你在干什么 我啥也没干啊 我还能干什么 结婚了 我忙结婚的事情 我还能干什么 你还真反省不出来啊 我怎么了吗 你说 前两天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去跟你的前任男友见面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就见个面吗 你至于吗 我就是 我们要结婚了 我好好跟他告个别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你跟他告个别 要我来当这个 背黑锅啊 你背什么黑锅了 我什么都没干啊 让我来给你们扎屁股啊 你哪里给我扎屁股了 我们什么都没干 你擦什么屁股啊 可是 明明都要结婚了 那前两天你还见你前男朋友 这个我就很介意啊 不只是我介意 所有人都介意 我都说了只是简单的告个别而已 我再告 我们再告别 我们前一段的感情 做个了断 了断 我哪知道你们了不了断啊 感情 我看你们还有感情才这样子见面 又结婚了 还跟前任男友见面 你要是 你要是去跟你前任道个别 我也不会怎么样啊 哼 那我跟 如果我跟我的前任道个别 道两三天 然后再一起玩两三天 道别你行吗 那告别单身 那肯定要 没事的呀 我都不介意 你介意什么 哼 你不介意 可是我挺介意的 做人嘛 又结婚嘛 就干干净净的嫁出来 哼 我今天我们家 所有的亲戚都在我家等你 你也不过去 你再看看你家 这叫什么个事情啊 你要不前你早点说啊 你前几天你就跟我说啊 让我跟我家人在家丢脸 要是你不追见你的前男友 我告诉你 我可以八台大教的光明正大的 这样去娶你 我可以明媒正确的去娶你 但是你呢 这就见你前男友 这种事情 谁受得了啊 谁都受不了 你是不是跟踪 你是不是跟踪我了 你不要管我是不是跟踪你 那不管你的事 你这样子让我和我的家人很丢脸 以后我还怎么嫁出去 丢脸像你这种人 跟你家里人丢脸那很正常啊 就你这样子的人 给你自己家人丢脸 那关我什么事啊 你要不讲解你就早点说 我家就不会叫经纪朋友按下来了 嗯 都叫我来了 都等你去接近 你不去 那你也说一声啊 还要我自己跑个人问你 所有人都等着你去接近 你不去 我家的脸都丢脸了 丢脸那是你的事 现在就算你要结我也不结了 我们就这样吧 以后不要联系了 不结啊不结啊 但是你要拿彩礼对还给我啊 啊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彩礼 是你自己不结我凭什么对 我怎么不对啊啊 像你们自己做出烂摊子了 又想要我彩礼 又想要我去收烂摊子 怎么能行啊 我要你收烂摊子了吗 你收了吗 你去和你前男友见面 啊本来就是想让我收烂摊子啊 是你自己介意啊 我还是可以跟你结婚 是你自己不结啊 啊 你现在说这些 那你也不要拿我的彩礼啊 不 不退 就要了